同学们大家好 上次课呢 我们对AD9原理图的一些参数设置 进行了一些了解 这次课呢 我们正式进入原理图的绘制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AD9的软件 上次课我们学习的知识 我们还有印象吗 来我们先新建一个原理图的文件吧 在建之前呢 首先我们先建一个空城文件 这是为什么呢 把之前的一些关掉 没影响到我们啊 好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形成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的原理图一定要跟PCB图示配套使用的 他们俩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房子 让他们住在里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新建一个工程文件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建原理图文件了 它默认叫shade1 好了我们不去管它 上次课我们学的知识 大家还记得多少呢 最起码图纸的尺寸标记 还知道在哪设置吧 对了就是在这个设置的最后一个选项 Document of Patients A4的 还记得这个位置吗 下拉就可以进行不同尺寸的选择了 好了我们还是默认用A4尺寸 好吧 OK 复习一下上次课的知识 现在图纸有了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 当然是放着原理件了 在之前的课我们也了解到 A第9的一个特色就是浮动面板 然后我们也知道它有一个浮动面板 叫Library 叫库文件 然后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所用到的原器件呢 就是通过这个库文件里 这些原器件来调用的 首先呢 我们先熟悉一下这个库里的原器件 都有什么吧 你看这个三级管 肯定我们是常用的了 然后还有什么呀 天线 电池 灵搭阵灵 然后呢 整流桥 然后电容 然后还有一些 TAC的芯片 NPN的 然后还有二极管 这不同种类的 然后数码管 电感 包括一些小灯 LED 然后Metal 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 这个库里头 默认的这个库里头 都是我们常用的东西 这是电机 不经电机 这个是两个NPN的管子在一起的 然后运放 光偶 像这些 都是我们常用的 所以一定要对这个库里的原器件特别了解 这样的话才方便我们调用 这是一个积电器 当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积电器 然后这个是最常用的了 然后这是我们电阻 各种不同形式的电阻 不断开关 然后一起开关 然后还有包括变压器 然后这是一个三端稳压器 然后精震 好了 我们对这个库大概有一个了解的 我们常用的旗舰基本上都是有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学习就是 怎么把这原器件放到图纸上呢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 我选中某个原器件 然后点鼠标的左键 看一下 就出现一个圆形带斜杠的标志 然后不要松左键 直接拖过来 拖过来放到合适的位置 松手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放置好了 然后还有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 我还是先选中它 选中它以后呢 我用place放置这个按钮 然后放置后边呢 就是我选中的原器件的名字 我点它 然后看有什么反应呢 这时候鼠标上 自动带了一个原器件 然后我们把它放一下 它还会再继续可以放置 然后如果不想放置了 然后点右键 就可以退出 通过以上的演示 我们是不是很清晰的了解了两种不同方式的放置方法呢 而且我们在深层次的想一想 我们就可以考虑到第一种拖拽方式呢 就是这种拖拽方式呢 就适合我只拖拽一个原器件 然后直接把它拖过来就好了 第二种适合拖拽多个相同类别的原器件 所以是不是很方便呀 其实还有更方便的 我们来看一看 刚才我拖掉的这些都有标号 但是标号后边 比如说这个K K后边都是问号 并没有标上1234 我们想让它自动标 它可以办到吗 当然是可以了 我们先把这个选中删掉 我们看一看怎么让它自动标号 还是选择酷 然后还是比如说这个文件吧 然后用第二种方式 放这个方式 选中以后 在我没有放 没有放到图纸上之前 你看它现在还是浮动的状态 它是跟着鼠标一起的 我按一下Table键 就是键盘上的K右旁 左边的那个Table键 然后就能看到这个原器件的参数 然后我把这个标号给它改为K1 点OK 确认 然后我现在放置 它就是K1了 我们放它看一看 是不是 对 这就是K1了 然后很神奇的就是 我手上 我鼠标上 现在光标旁边的这个图形 自然它的标号就变为K2了 然后我再把它放置一下 哎 又变成K3了 这样就方便我们放置 顺序标号的多个元器件 是不是很方便呀 好了 好了 我们现在先删掉这些 嗯 库 了解了 元器件拖拽 知道怎么拖拽了 那如果 嗯 这个库里没有想要的东西呢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库 点击这个下拉箭头 我们就可以选择其他的库 嗯 比如说 那我想要的东西还没有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更多的库 那怎么把更多的库 加载进来呢 我们就要用到这个 Library按钮 就是在这个Library面板上 第一个小按钮 我们点一下进去 然后我们看到 哦 这么多库 这都是我已经加载的库 那嗯 没有加载的库怎么办呢 这有一个 嗯 库文件的路径 我们 选择一下 我们想 加载的库的路径 一般呢 AD9装完以后 它会自带很多库 我们看一看 在我的 AD9装在C盘 我们找到这个C盘的 AD9的安装目录 好了 找到了 AD9底下有一个Library 我们看一看 哦 这么多公司的 库 它都有 你看3M的 ATMEL的 ALEGO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哪家公司的 我们就直接选 哪家公司的库文件 就可以了 当然进去以后 还有很多不同的库文件 你要还要进行选择 选择哪个是你想要的 在这儿 我们就不做演示了 好吧 然后自己回去 可以试一试 选择一下库 然后安装一下 点这个Install 安装一下 安装完了 点Close 一定要记得 把你想选的库 打上勾 好吗 好了 这个词库文件 也知道怎么去添加了 下面我们画一个原理图吧 然后我们看看 这个原理图 到底是怎么画出来呢 我们还回到原来默认的库 嗯 这里我们就画一个 嗯 整流 一波电路吧 然后 好 这有一个桥 然后我们先掉出来一个桥 然后呢 还需要什么呢 哦 电容我们写是需要的 然后我们直接用 直接拖拽出来两个好了 两个小电容 然后两个有急性电容 好了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这个变压器 还有一个三吨吻压器 一般在最后 好嘞 这个就齐活了 这些东西就放置 OK了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 好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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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个D信号 好了 这个整流输出以后 要加电容滤波 要加一个小的 这是选中按键以后 鼠标选中以后 按空口键可以进行90度的翻转 这个也是同样 这个一样 把它分散一点 不太紧 好嘞 嗯 画错了 这是总线的 这个是画线的 你不要总线 用PageUp和PageDown可以调整这个图纸的视图范围啊 要记住这个快捷键 然后我们以后用的时候肯定会经常用到的 选中它 然后连线 然后这是节点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确认 我这是有连接关系的 嗯 还有一个 好嘞 我们这块加一个D线 上面加一个电源线 好了 是不是感觉大工搞成了呢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标号 貌似都没有加上 那我们要 可以这样一个一个点击加进来 但是会很麻烦 有什么好的简单的方法吗 不用着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诶 这就可以自动的编号了 然后它有四种模式 这是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然后第二种模式呢 是从左到右 从下到上 第三种模式呢 是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第四种模式呢 是从下到上 嗯 这是第四种 跟刚才一样了吗 哦 这是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然后这个是 从下到上 这两个是反的 就有四种模式 然后我们就还是选默认的好了 这样感觉比较舒服 然后 我们可以 点这个按钮 update一下 然后呢 这是原来的 然后这是后边会变成这样 它会有一个预览 然后呢 我们同意一下 然后 好了 这就成功了 关闭 看看是不是 是不是都有了 很方便吧 好了 这次课我们先学到这里 大家回去也可以自己尝试画一些原理图 好吗 OK 好吗